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何寝封顶云墨色 秋天默默像昏黑 不轻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 踏历烈 床头乌漏 无干处 鱼角如麻 未断绝 此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 何有车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比天下寒室 巨欢言 风雨不动 安如山 乌乎 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 无路斗破 手动此一足 杜甫流落成都时 追逐的茅草房被秋风刮破了 他就写下了这首长篇古体诗 当时杜甫求情告友 才集资盖起了一座简陋草物 没想到秋风一来 把房顶的茅草都卷走了 散落在树枝上和水塘里 南村的一群小孩欺负他年迈 把那些茅草都抢走了 夜里风雨交加 雨水顺着漏洞 把破旧的床铺都浸湿了 杜甫一家在湿冷中被冻得无法睡觉 自己的处境都如此艰难了 杜甫还不忘担心别人 他幻想能出现一座坚固的大厦 让所有贫穷的读书人居住 即使自己被冻死 也心甘情愿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 和崇高的理想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壁天下寒室 巨欢言 自此流芳百世 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 名言警句 杜甫的伟大 在于他从不在意自己生活的悲惨 却以一颗火热的心 去爱更多的人 杜甫以一己之身 担当了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苦难 让人肃然起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